生长激素是一种促进人体骨骼生长的激素 目前,全球男性停居身高为1.67米,约5尺6寸 女性停居身高则为1.58米,约5尺2寸 像安德烈,巨人这样身高的人非常罕见 更不用说传说中那些更加高大的巨人 巨人症是一种罕见的疾病 发病率约为百万分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巨人症如此罕见 巨人却频繁出现在圣经故事和北美民间传说中 许多故事都提到了巨人 例如圣经中的大卫与哥利亚 杰克与摩豆,以及北美民间的保罗班杨等 尽管这些故事大都被认为是神话或传说 但历史上是否真的有体型远超我们的人类祖先存在呢 在美国各地散落着许多土敦墓葬的遗迹 其中一些规模庞大,甚至可与吉萨大金字塔相媲美 位于伊丽诺伊州和密苏里州的卡霍基亚土敦群和僧里丘 就被认为是在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就存在了 卡霍基亚大土敦高30米,约100英尺 底座面积为56.6公顷,约14英亩 足足比吉萨大金字塔的底座面积大出将近0.4公顷 约1英亩 位于密苏里州的僧里丘也同样高大 底座宽达300多米,约1000英尺 然而,令人更加费解的是人们在其中发现的陪葬物品 吉姆·维埃拉是一位石匠 他致力于探索这些土敦背后的秘密 据文献记载,一些土敦中就出土过体型异常巨大的骨骸 维埃拉走访了遍布新英格兰地区的众多神秘石种 对这些发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注意到这些土敦的建造工艺 尤其是石器技术更是让人赞不绝口 因为这些工程明显早于人们普遍认知的先进文明时期 维埃拉还注意到 这些土敦的入口方向似乎经过了精心设计 与春分和秋分时的预出位置保持一致 而且,这些由巨石堆砌而成的土敦 显然早于欧洲殖民者抵达美珠之前就已存在 维埃拉翻越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古老文献 发现了一些关于从土敦中发掘出巨大骨骸的记载 据悉,这些骨骸不仅拥有两排牙齿 而且下颗骨的尺寸足以覆盖一个普通成年人的头部 这些骨骸的长度据称介于2.1至3米 7至10英尺之间 乍一听上去,这些说法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经过考证,这些报道并非孤立 并且得到了当时一些知名新闻媒体的记录支持 据报道,从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 马沙葡萄园岛和迪尔菲尔德山谷地区 到佛蒙特州和纽约州北部都曾发现过巨大骨骸 类似的发现也出现在美国南部 中部和西海岸地区 在俄亥俄河流域,一份由科学美国人 杂志支持的当地报纸报道称 在高达3米,约10英尺的土墩下 发现了好几具巨人的遗骸 其中一具女性骨骸的双手 似乎抱着一个长达1.1米 约3.5英尺的孩子骨骸 另一具具称属于巨人的骨骸 被发现埋藏在一个陶土棺材内 同时还出土了一块刻有图案的石板 其西,这个特定的土墩长约19.5米 约64英尺,宽约10.7米,约35英尺 位于阿肯色州的奇卡索巴土墩 也出土国类似的巨人遗骸 这个占地面积约31平方公里 约12平方英里的巨型土墩 以肖尼部落的一位酋长命名 据说这位酋长身形回吾,力大无比 据传,奇卡索巴球长 曾居住在阿肯色州的这一地区 当土墩被发掘时 人们在其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人类骨骸 推测可能就是这位奇卡索巴球长 据报道,在同一地区 还陆续出土了其他身高接近3米 约10英尺的骨骸 陪葬品也类似 一些报道称 这些骨骸的腿骨长度就达到了1.5米 约5英尺 其他报道则描述了 拥有双抬牙齿的巨大头骨遗骸 尽管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但关于这种体型巨人的报道 却并不显见 纽约时报等知名报刊 也曾刊登过相关文章 描述了类似尺寸的骨骸出土过程 维埃拉认为 这些报道大多集中在19世纪中后期 这可能是历史叙事遭受审查的一个转折点 而这种审查 一直影响着我们如今的历史课本 维埃拉指出 在那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 人们普遍知道这些土墩和巨人的存在 亚伯拉罕林肯也曾提到过这一点 在一份未完成的 尼亚加拉瀑布演讲稿中 林肯写道 那些曾经遍布美洲大陆的庞大巨人 他们的眼睛就如同我们现在一样 主持着尼亚加拉瀑布 维埃拉认为 一种带有偏见的历史叙事 被刻意创造出来 只在抹黑美洲原住民的形象 将他们描述成野蛮人 因为如果承认 这些土墩是美洲原住民所建 就意味着 他们拥有相当先进的数学和工程能力 这显然与当时主流观点相悖 他推测 抹除巨人存在证据的动机可能在于 这些巨人并不符合天命昭彰 这一历史观灌输的既定叙事 随着美国殖民扩张 许多土墩在殖民者和农民的破坏下损毁 而美洲原住民对这些土墩的崇敬之情 也遭到忽视 这些高大骨骸 究竟属于美洲原住民中的巨人种族 还是属于更早于他们的另一个种族 目前尚无定位 但可以肯定的是 美洲原住民对这些遗骸 具有崇敬之意 纵观世界历史 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文明的神话传说中 找到巨人的身影 圣经和其他古老文献也都有所提及 似乎在过去 巨人是人们的普遍认知 民书记中记载了摩西派遣探子 进入迦南后 探子们沮丧地报告 我们无法攻打这些人 他们比我们强壮 我们看见那里的所有居民都是伟人 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的人 在我们自己眼中 我们好像蚂蚱一样 在他们眼中 我们也是如此 然而 出自稍晚时代的约书亚记 却描述了以色列人成功征服迦南的过程 属中并未提及 巨人仍然居住于此 圣经中还提到了 后来融入欧洲民间的哥哥和马哥 以及著名的大卫与哥利亚之战 虽然在许多讲述圣经故事的作品中 哥利亚都被描绘成巨人 但与其他圣经或非圣经记载的巨人相比 他的体型似乎要小得多 马索拉文本的《撒姆尔记》中记载 哥利亚身高六轴一虎口 这可能相当于3.1至3.7米 约10尺三寸至12尺两寸 虽然一些文献记载了巨人存在的可能性 例如 公元一世纪 一位名叫弗拉维奥 约瑟夫斯的犹太历史学家 和公元一世纪末的死骸古卷 都提到了巨人哥利亚 并记载其身高为四轴一虎口 约2.1至2.4米 约瑟夫斯在他的《犹太古史》中 还将亚摩利人描述成巨人 这可能与当时人们所见过的 某种画石标本有关 然而 历史学家们 对这些文献中所描述的巨人存疑 他们认为 这些描述可能源于夸大其词的传说 也可能是当时的人们 对身材高大的人的误解 另外 由于历史文献中使用的 度量单位与现代单位体系不同 因此很难转切换算出 巨人传说中所描述的身高 尽管如此 历史学家们 对于这些文献所描述的 巨人古骸证据 仍然持怀疑态度 因为一方面 我们无法确认这些文献的真实性 另一方面 由于年代久远 骨骼遗骸 也可能因自然风化等因素 而发生形变 导致误判 然而 巨人传说在全球各地广为流传 以诺之书 就将巨人描绘成 守望者与女人的后代 以诺之书 本频道之前有详细讲解 但兴趣的朋友 可以前往主页观看 在欧洲各地流传的民宿故事中 人们普遍认为巨人建造了 远古文明的遗迹 丹麦历史学家萨克索 格拉玛提扣斯认为 巨石镇等巨石建筑 出自巨人之手 类似的 古音与诗歌《航海者》 也提到了 由巨人建造的高大石墙 此外 一些天然地质奇观 例如 位于北爱尔兰海岸的巨人之路 那些巨大的神武岩柱 也被人们认为 是巨人建造的 希伯来与圣经中 存在着一些神秘人物 被称为拿菲利人 Nephilim 他们体型高大强壮 但对于他们的身份和来源 却有着多种解剖 在一些希伯来语圣经的译本中 拿菲利人被取译为巨人 而另一些译本 则保留为原词 犹太教典籍 将他们解释为 堕落天使与人类女子结合的后代 有关拿菲利人的最主要记载 出现在《创世纪》中 然而这段经文含义模糊 人们对其身份至今争论不休 民书记似乎暗示 拿菲利人曾居住在迦南地区 后来被以色列人征服 在《以希节书》中 也出现了类似的希伯来语词 一些学者将其解剖为拿菲利人 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堕落者 马可·波罗曾记载 自己在桑吉巴尔遇到过巨人 他们力大无比 可以同时扛起四个普通人 20世纪中叶的记者 格伦迪·基特勒则提到 在刚果东部的图西部落中 身高7、8英尺的男人并不少见 纵观历史 巨人并不仅仅存在于虚构的故事 或隐喻之中 而是被描述为真实存在的人类 如果这些巨人确实存在过 那么就应该留下一些相关的记忆 历史上曾发现过一些 被认为是恐龙骨骼的遗憾 后来被证实并非如此 很可能原本就是巨人的遗骨 只是被误解了 然而 骸骨可能并不是巨人留下的唯一线索 那么 如今耸立在地球各处的庞大骨骑 是否可能出自巨人之手呢 视像远古时代 吉萨金字塔和巨石镇初见之时 世界又是怎样的景象 那些石块表面像机器切割般的光滑 至今尚未遭受实践的侵蚀和风化 它们高层的建筑结构直插云霄 仿佛人类智慧和成就的灯塔 这些如果不是当时的巨人文明下的产物 又该如何解释呢 就凭那些一米多高 和依托基础实际技术的古人类吗 显然 这样的逻辑妙物如梗在喉 让人无法释怀 巨石遗迹遍布全球各地 从南美洲一路向东延伸至日本 几乎每个角落都曾发现过它们的踪迹 这些高耸的建筑是否可能出自远古巨人之手呢 吉萨金字塔和黎巴嫩巴尔贝克神庙建筑群的巨石基座 至今仍让科学家们困惑不已 它们的建造工艺至今无法完全解释 如果巨人确实存在 那么它们在建造大型巨石建筑方面 显然比普通人具有优势 1901年汉斯·F·赫尔默特和詹姆斯·布莱斯在著作《世界历史》 人类记录的调查中写道 如果没有现代建筑师所拥有的技术资源 就无法将这些巨石运到目前的位置并完成建造 仅靠人力似乎是无法完成的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 只有巨人才能建造如此巨大的建筑 而且也只有巨人才需要如此宏大的建筑 你说你一米多的个子 非要住十几二十米高的房子 是不是脑子打铁啊 不仅如此 考古学家还在卢科索的雷克米尔墓穴浮雕中 发现了有趣的图像 其中一幅图像显示 两个人正在驱赶长颈部 奇怪的是 图中的男人身高几乎与长颈部一样高 画面中的一头大象也比男人矮小 豹子和沸沸似乎也按笔缩小了 不过 由于浮雕中还有体态正常的牛与人对比呈现 因此具体比例也比较难以确定 虽然浮雕中大多数男性人物身高相仿 但也有一些人物明显高出其他人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些身材矮小的人物可能代表儿童 而非是成年人呢 浮雕中有一些这样的人物出现在建筑场景里 他们搬运着石块身穿士兵的护具 那么创作这些浮雕的艺术家和工匠 是否想通过这种方式描绘巨人建造了古代建筑呢 维克米尔是为盗贼首领 在他担任市长和副监督官期间 可能监督过许多建筑项目 另一种可能性是 作为法老的进城 他或许接触过一些古老知识 其中可能包括关于巨人的信息 如果他们确实存在 以及其他来自遥远历史的命令 这些内容或许就记录在了他的林木之中 1988年 一位名叫格雷戈尔 施布里的业余研究者 怀着对金字塔的浓厚兴趣来到了埃及 据他所写的一篇文章 他在那里做出了一个与巨人相关的有趣发现 一位当地人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农民 这名农民的祖先以盗墓为生 他们家代代相传这些文物 有时会拿去变卖 换取土地和其他财产 其中 这位农民严密保管着一件奇怪的文物 那是一根腐坏了的巨人手指 这根手指长约一英尺多 超过三十厘米 施布里拍下了他的照片 但遗憾的是 2009年再次前往埃及时 他却没能找到这位农民 施布里在文章中提到 在1988年拜访期间 他试图再次寻找这根手指时 那名农民却坚持不肯出售 此外 还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复活街岛石像 这些巨大的石像 不仅让勇敢的探险家们 也很想到 他们可能描绘了一种长脸大嘴的巨人 还引发了各种大胆的理论 例如沉默的大陆 和先进的史前文明 复活街岛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偏远的地区之一 位于太平洋中部 几乎正好处于新西兰和南美洲之间 一些人怀疑 这些遗物可能是由一个失落文明 游在了这个如今偏远的地方 这些被称为墨埃的巨型石像 至今仍是谜团 没人能揭开他们的真面目 尽管数量接近900座 但无论是文字记载 还是口头传说 都没有关于他们建造过程的历史记录 这些巨型石像 大约13英尺高 约4米 重量约14吨 他们的头颅部分 是否代表了巨人呢 围绕墨埃石像 存在着许多理论 但没有人确切知道 这些巨型雕像的 创作灵感来源 帕特莫斯岛上 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在人类出现之前 一场神与巨人的战争 曾在这里爆发 据说 巨人战败的痕迹 至今仍可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